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最近不是某款週末公測了嗎? 結果開局就被延上 百抽騙局 請君入翁 果然真的是狠角色 在中國搞一波乳滑 在台灣又搞一波乳智商 雖然台灣的餅很小 但蚊子腿也是肉 我真的也是佩服這策劃的稍操作 反正如果不是故意想搞黑紅 就千萬小心別把自己玩砸了 上一款這樣做的叫做核心利希特 目前月營收也已經低於百萬了 當然有一部分也歸咎於自己的產能不足 不過這官服真的是指日可待 而今天要講的這款遊戲 雖然你可能會喜歡 但我卻可能會傷害你 Memento Marine 開發商是日本的BOI 最早是開發動畫搜索引擎Food 結果將項目賣給其他廠商 並走上開發遊戲的道路 過往開發遊戲喔 2012年的征戰 誓約勝利之劍 2013年的口袋騎士 2015年的幻獸契約 2017年的密特拉之星 玩法類型其實都沒有太多的變化 而且好幾款我越看越覺得 非常有中國的味道 要不是看日本新聞跟官網簡介 不然我還以為他並不是日本人開的公司 遊戲騎士畫面這個水彩暈染效果 非常的有味道 贏到出來很清新的視覺感 而角色力位方面 真的都挺好看的 還有屬於各自的BGM 這真的還蠻屌的 蠻少看到卡牌遊戲會這樣做 看得出來每個角色 都有來自美術滿滿的愛 那不然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就用這美美人設跟音樂落幕好了 這應該不是我第一款 說空有美術但沒有遊戲性的作品了 先看看這篇巴哈介紹的文章 官方的說明 冒險RPG 將多彩多字的配音、配樂與世界觀緊密結合 提供全新的遊戲體驗 看到這畫柄的文案 我已經開始擔憂了 上一款號稱跟音樂結合的類設級遊戲 已經快涼透了 接著來看這個 雖然採用全自動 卻不失高度戰略體驗等等 我是不是沒看懂 全自動又高度戰略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說什麼 這就跟某些動作遊戲宣稱 有爽快的打擊手感 結果都是全自動戰鬥 令人矛盾 遊戲採用中國最常見的那套 放置的卡牌玩法 除了安排誰上場以後 玩家並不能決定攻擊目標 就是只能看他們瞎打 我不知道所謂的高度戰略的部分在哪裡 可能真的太高了 我看不到 而當初這遊戲只有PV 始終沒有遊戲畫面的時候 我就開始擔憂了 果然 噩夢還是變成了現實 確實 對比某少女回戰或者花衣衫 廠商多加了戰鬥中的畫面演示 使得觀感上生動很多 但這並無法掩蓋內容的空洞以及無趣 尤其當玩家解鎖四倍數跟跳過以後 這款遊戲就直接變成了點點樂 就是不斷的點戰鬥跳過 點戰鬥跳過的循環 升戰力升裝備打不過就滑掉 之後再上線收菜就好 請問全新的體驗部分在哪裡 這不就是最平凡的掛機遊戲玩法嗎 光今年我就開箱過多少款了 那你會說 欸?它會不會有什麼生動的劇本演出呢? 欸還真抱歉沒有 除了前面角色會跳出來講幾句話以後 就再也沒看見了 雖然每個人設都有各自的有生書模式 能聽他講一小段的故事 然後零點獎勵 但其他與角色的互動連結基本為零 即使你想當養成遊戲都無法 尤其這培養界面的一鍵穿搭 還有看到這種吃同屬性合成生技的方式 真的是太有中國換皮手遊的味道了 最屌是這個課金系統 這熟悉的VIP0-15 那個熟悉的味道 撕一下子就上來了 這不就是常見換皮MLO常出現的套路嗎 我稍微粗算了一下 如果要買滿1-15 共需要159000賺 如果你全用手除雙倍的話 只需要台幣3萬元 你就能全部解鎖成為VVIP 有享尊貴 屌打眾生 而這個抽卡價格經過計算後 每3000賺10抽的話 約700元台幣左右 日流嘛 好像還蠻合理的 但我忘了說 這我也是用手除雙倍獎勵下去算的 如果你有看過其他影片 關於抽卡計算的話 這金額已經是其他款不計算手足的價格了 而右下角的這累計50抽 送的是自選屬性的隨機券 看起來還行 但點進來看這卡詞詳情 才發現並不是每50抽都有 所以實際上是每100抽才能獲取 而第三百抽則可以獲得一張任選券 不過並不包含當期的UP角色 而對比常駐值 UP詞則是可以每100抽額外保底一次 不過依照遊戲目前最高等級SSR Plus 你要合成上去也不是幾張就能了事的 如果你要當純純看美術的收菜遊戲 還算行吧 但內容目前有點單薄 推進速度可能也會很快 外加這間公司旗下的幾款遊戲 營收普遍都偏低 長期來看還是蠻令人擔憂的 結論 外表的美只能取悅人的眼睛 而內在的美卻能感染人的靈魂 老實說如果要聽音樂的話 可不乾脆去官網頻道聽就好 我真的有點搞不懂 到底是在玩音樂還是聽遊戲了 還是說其實這款 是偽裝成遊戲的音樂播放系 不可否認它在美術音樂確實很厲害 對比同類型的放置遊戲 真的獨一檔也下足了功夫 但反觀最重要的遊戲性 好的音樂、美術、劇情 可以作為加分項 甚至也能當作主體為開發核心 但都繞不開需要提供最基本的遊戲性 開餐廳最基本的是什麼? 食物要好吃嗎? 不可能因為黃金當盤子裝死給別人吃 就顯得特別的香 日常醒醒啊 這不是你們該走的路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最新的影片 記得按摩 小鵝 囉